我们来看立体一 对于这个电路 如果我们采用回路电流法进行求解 那么首先就需要指定回路及其扰向 这里我们选择三个网孔作为回路 扰向均选择顺势扰向 那么对于回路一来说 我们可以写出它的回路电流方程 这个方程当中 I2前面的系数指的是回路一跟回路二之间的互组 也就是图当中红色方框内标识的部分 这个互组上两个回路电流的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互组应该取负号 方程当中 I3前面的系数指的是回路一跟回路三之间的互组 也就是图当中橙色方框内所标识的部分 同样我们可以写出 回路二它的回路电流方程 在这个方程当中 I3前面的系数指的是回路二跟回路三之间的互组 也就是图当中粉色方框内所标识的部分 对于回路三来说 我们可以写出它的回路电流方程 观察这三个方程 方程的右端代表的是 右端电源电压项 其正负号选择是依据 关联取负号 非关联取正负号 我可以写出的回路电流方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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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以写出的回路电流方程